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斯·帕尔利近日表示,法国决定研发高超音速武器。 法新社评论称,此举表明,法国政府对军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持续重视,法国新版太空战略也将呼之欲出,保证太空资产安全。 帕尔利在访问空客公司总部时曾凑露,太空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。 法国政府近年来对该领域关注度,不断提高预算从2008年的3亿欧元增至2014年的6亿欧元,并从2019至2025年财政预算中划拨36亿欧元。 突破防务网站称,这些投资已收到成效。 2018年12月19日,法国成功发射首颗CFO均用侦察卫星。 按计划,2020年还将发射三颗CFO系列卫星。 2020-2022年,发射两颗通信卫星。 尽管法国太空事业稳步推进,但帕尔利仍表示担忧。 他认为,由于无法在太空领域,及时跟上其他大国步伐,法国军事活动、电信通信,甚至日常生活,都将受到严重限制。 报道称,早在2010年,法国就呼吁制定一份由法国主导,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计划,推动太空能力现代化发展。 但由于缺乏紧迫性和资金,该计划一直果足不前。 随着军事活动,越来越依赖太空设施获得稳定通信,可靠导航和持续不断的侦察及监视能力。 GPS,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,也令民众对卫星产生依赖。 因此,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军用、民用卫星,已成为法国重要的战略资产。 为确保太空资产安全,法国政府专设工作组,起草新版太空战略,以确保太空能力持续提升。 强调感知力和自主性,负责制定太空战略的法军,联合太空司令部司令米歇尔·弗里德兰表示。 目前,太空与网络领域一样,成为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维度,和大国间较量的场所。 法国太空资产面临越来越多物理威胁心怀敌意的对手,可利用各种手段,实施干扰破坏。 比如,使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卫星,并其脱轨或损害其太阳能板,让卫星师笑等。 他说,倘若任由此类事情发生,我们的整个太空能力将面临瘫痪。 军队很快就会变成瞎子、笼子。 几乎毫无行动力。 要确保太空资产安全,就必须拥有强大、灵敏、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。 即探测太空目标,识别潜在威胁和提供适当防御的能力。 法国空军参谋长费利·佩拉文称,法国新版太空战略,应以全面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为核心。 更快察觉威胁、应对威胁、保护太空资产的正常运行。 同时在政治决策上,帮助法国政府实现独立自主。 报道称,法军对卫星依赖程度很高,几乎所有海上舰支,都通过卫星通信进行对话。 很快所有飞机也将如此。 法军大部分武器装备,都需要借助卫星定位系统导航。 但法国目前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太空能力卫星,需要借用俄罗斯联盟后运载火箭发射。 导航需要得到美国GPS或欧洲伽利略系统帮助。 新版太空战略,将确保未来法国在陆、海、空、天、电、网领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,仍需寻求国际间合作。 帕尔利表示,尽管目标是追求独立太空能力,但当前法国在某些领域研究落后于其他大国,如太空发射能力等。 因此,在力不能及的领域,仍需寻求国际合作。 在这方面,CFO系列卫星成功发射,就是很好的例子。 它并非独家产品,而是由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合作制造。 比利时和希腊也将加入侯续研制。 报道称,欧洲多国在太空领域各有所长,合作成为首选项。 CFO卫星项目合作方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最终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,成为通过国际间合作追求太空能力的范本。 正如空客公司负责防务,与太空项目的副总裁尼古拉斯·乔姆希所言。 优秀的欧洲人在一起合作,必能是半功倍。 俄罗斯的JSCGB工程公司,日前展示了其最新研发的被动外骨骼系统的照片。 这款外骨骼系统,采用了碳纤维结构,可以让人不费吹灰之力,承受数十公斤的重量。 JSCGB工程公司,是和JSC中央精密工程研究院,联合研发了这款被动外骨骼系统。 这套系统没有动力驱动和电源。 此前这套系统接收了俄罗斯官方的测试。 12月13日,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公开展示一款其最新研制的TPYX陆基远程多任务雷达系统原型。 无论是雷达天线外形,还是技术体制,功能用途描述。 和2014年11月的第十届珠海航展上,中国军攻展示的JY-26形米波,反隐身相控正雷达系统同出一辙。 四年之后,美国人终于无奈地走上这条路,随着中俄空军也陆续进入隐身时代。 现在轮到美国人绞尽脑汁去侦测,防御对手的隐身战机了。 这也在侧面印证,我们国家歼20战机的技术性能。 我们的米波反隐身雷达技术,确实是世界顶尖之列。 TPY-X全尺寸圆形系统,在微波二室内测试,和中国的JY-26雷达极其神似。 据检视防务网站,12月13日消息。 洛马公司已经完成了TPY-X雷达系统的最终全尺寸圆形。 目前正准备开始生产。 该雷达最初在2016年中期推出。 至今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改进。 以期最终版本能够大规模生产。 为加速连发和生产,将直接使用现有ANTP-Q53,反炮兵雷达系统的某些组件。 报道称,TPY-X,是一种L波段,有源相控阵雷达。 主要用于防空警戒监视。 随着新型威胁的演变。 该雷达解决了性能过时的问题。 可以在强电磁攻击环境下,探测非常小的目标。 目前,已经有固定型和移动型两个版本。 可用C130、C17运输机,以及直升机空运。 或者用卡车、铁路,在地面机动输送。 报道没有披露,TPY-X雷达的性能数据。 但提到该雷达采用淡化、加GAN、芯片和最新的数字化软件。 具有高水平的性能,可靠性和拓展性。 而且从报道中可以看到,美国方面对这款新雷达的性能要求高。 需求相当迫切。 可以说,尽管外媒的很多评论报道,都竭尽贬低中俄的歼20、苏57。 但是美军的压力其实相当大。 目前,洛马公司还在利用TPY-X原型系统,对雷达的硬件设计,进行验证和鉴定。 确定生产版本。 最终软件系统定型后。 整个雷达系统,才能成为可使用的军事资产。 真正介入美军服役。 恐怕还要等上不短的时间。 在2014年,第十届珠海航展上亮相的JY26警戒雷达。 而中国的JY26雷达系统,早在2014年,就已经公开展示。 美国人现在展示的同款雷达,其实还处在不完全成熟的原型阶段。 在时间上至少落后中方四年。 早些年曾有报道称,中国军方2014年,曾在山东部署JY26雷达。 成功监测到在韩国活动的美军F-22隐身战机。 而到了2016年2月,在东海防空识别区,出现可疑目标。 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,迅速升空应对。 但是海外媒体盛传,这个可疑目标可能就是F-22。 而探测雷达可能是最新的JY26雷达。 这些情况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证实。 但是中国有关雷达的领先优势是不争的事实。 自从2005年F-22正式服役以来的十多年里,美国空军拥有全世界唯一的隐身空战力量,成为被想方设法探测,对抗的头号目标。 如今剧情反转,随着中俄空军,也陆续进入隐身时代。 轮到美国人绞尽脑汁去侦测,防御先进隐身战机了。 原标题,纠封制臂,去污染兴封正气满军营。 空降兵谋吕,着力整治基层微腐败。 基层微腐败污染部队风系,影响军心士气。 党员领导干部,要紧绷连接自律这根弦。